体育零售电商市场的三大趋势 环保材料吃香 Catnaville最新的研究报告分析了2017年至2021年 全球线上体育零售市场发展的重要趋势 Catnaville认为这些新兴趋势有显著影响市场的潜力 会阻碍或推动市场发展 Catnaville零售商品和服务业的首席分析师 Sharon Jiganas表示 全球在线体育零售市场的增长的主要因素 包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以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健康生活的好处 根据Catnaville分析师 三大推动在线体育零售市场发展的趋势为 移动商务与网络营销 对移动电子商务的日益重视 主要是由于手机的广泛普及和Amazon Flipkart和阿里巴巴这类零售商 手机应用的发展 随着移动设备购物不断普及 移动客户端的零售销量也随之增加 大多数通过手机下单的商品 包括服装、运动装备、移动设备、护肤品和头发护理品 Sharon Jiganas 移动应用能够使用户方便的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购物 消费者越来越习惯于电子支付 手机钱包在未来有望进一步发展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在购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电商来说 该平台不仅限于联系客户并获得反馈 也是创造新产品 洞察最新趋势 了解消费者兴趣和购物体验的重要工具 电商还能利用社交媒体 跟踪品牌和产品评论 并开展营销活动 大多数电商会利用YouTube、Instagram和Pinterest等 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 发布新产品 进行宣传活动 社交媒体也在提高 产品认知度方面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今 消费者热衷于使用社交网络和博客 因此 电商更倾向于利用社交媒体来提高知名度 并推广他们的产品 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人们对环保材料制成的 体育设备的需求日益增加 有今年 水机粘合剂和再生塑料等材料 正在取代传统的皮革 合成橡胶 聚氨纸 尼龙等其他合成材料 一种称为热塑性盘性体的无毒材料 正广泛运用于体育设备 它刚被开发出来 先进而环保 高尔夫球之类的运动器材 可使用这种材料 从而具备水溶性 更加环保 例如 Dixon Golf的环保高尔夫球 以自然的四要素命名 集火 土 水和空气 以环保的品牌形象 吸引着消费者 对 水分 也许